就可能如果真的被裁員 我應該是可能隔天才會發現這樣子 那個馬斯克一彈指 熱圓功效 那是卡片之五 大家可能都有看到 這個時候的心境 並不是說真的很害怕被裁掉 而是說 會認為好像被裁掉其實也還不錯 給我一刀吧 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lice 好久不見 輕視的回歸 當然要請到 非常我們特別的來賓 這次來賓呢 其實我也算是 follow他們一陣子的時間 但一直以來都是只聽到他們的聲音 沒有看過他們本人 所以呢 這次也是非常開心 藉由這個影片的合作呢 有機會來一個 網友的見面會 矽谷輕鬆談的主持人 Kenji 還有柯柯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聊天 大家好我是Kenji 大家好我是柯柯 Jessica 好那我先大概講一下 我在美國的經歷 加入Square 一間做Fintech進入科技的公司 待了四年左右 那之後呢 我又轉到BRAX 也是一間新創公司 做商業用的信用卡 那後來呢 最近就換到了Cruise 算是 對我來講是跳領域啦 就是做 無人車自動駕駛 大家好我是柯柯 那我過去幾年的工作經歷 一直以來都是在 Data Science和 Machine Learning 相關的領域 那 之前是在Twitter擔任 機器學習工程師 那在那之前呢 是做Data Scientist 我在Intuit還有Microsoft 都有工作的經驗 那 這次呢 請到他們兩個呢 因為 很多地方都看到 矽谷財源的一些消息 然後我們三個人的公司呢 也 嗯 算是不信的都有財源 但我覺得其實在矽谷 現在 要說沒財源的公司 還蠻難找的吧 你要找到不財源的還比較難 現在 不要的大科技公司 都已經財過源了 所以今天就想要 藉由這支影片 來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自己 親身經歷 然後還有 如果你在這個階段 就是有 找工作的想法 想跟大家講一下 你應該怎麼準備 或怎麼樣去做一些 心態調整 然後 跟大家做一個經驗分享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給大家三秒鐘 去做 三件事情 按讚這支影片 訂閱頻道 然後也去 Apple Podcast 還有Spotify 訂閱他們的Podcast 對 只要搜尋 矽谷輕鬆 談 Just Kidding Tech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節目了 我覺得每個公司 財源都有不同的方式啊 先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公司的 財源的經過 那我覺得我自己算是那種 非常後知後覺的 可能就我真的太遲鈍了 財源的時間是禮拜三 然後是有 No Meeting Day 那天我剛好很不舒服 所以我在 就在暈車 家 就是暈吐的同時 然後我就感覺到 嗯 為什麼有人一直在 slide 如果是我同事 我可能會 趕快回 因為想說可能會是 系統壞啦 uncore 什麼之類的 但不是 是我一個朋友 然後我想說 他是想要幹嘛 因為他平常是不太會 就是一直訊息我的 然後我就大概等到 我到了那個目的地 看他的訊息 他就說 呃 就是你今天有沒有任何 one on one 跟你的老闆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禮拜三 基本上大家都不會 排什麼會議嘛 然後我就說 呃 應該沒有吧 然後他就一直就堅持要我去確認 就是有沒有收到這個 這個 invite之類的 去看了一下發現 呃沒有啊 然後他就跟我說 哦 那就好 但你還是安全 後來我才發現 哦 CEO有寄一個 email 經局到說 哦 這整件事已經發生完了 所以你完全錯過 CEO的email 我是完全 就可能如果我真的被採員 我應該是 隔天才會發現 這樣子 我老闆是跟我說 他是前一天才知道 有誰要被 let off 然後當天才跟 他們one on one 好像還會 保留當天的 slack access 你們算比較好了 很多公司都是你 才完蛋的當下 你就 公司所有系統都登不進去了 slack進不去 email進不去 google meet啊 什麼會議軟體 你全部進不去 就是為了防止說 你可能有潛在的不滿 然後你要把公司資料 到道具出來的 這種事情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原來 就是常常會在什麼新聞上啊 或是其他人的分享看到 對別人來講都是 小事 但是發案自己上就覺得 哇 感覺那個影響就是 很大 你真的會需要一些時間去 process這個東西 我覺得 對 心理上真的會覺得 是很正經的 尤其是如果 才到的人是你平常 感情特別好的方式 我覺得你的比較精彩 那你要等一下講 白日人 而且Twitter的事情 大家在新聞上 其實都看得到 所以有一些聽眾 或是觀眾 可能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大概都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吧 我在Bracks工作嘛 那我覺得Bracks 它財源的方式 就是還蠻 標準 矽谷公司財源的方式 那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大概是八點多的時候 我就起床嘛 然後就看了一下手機 就發現說 突然有一個 緊急的全體員工大會 排在九點 那通常呢 我們的是 你已經早就有固定的schedule嘛 比如說每兩禮拜一次 你早就知道 然後突然在八點多的時候 排了一個九點的 而且他的全員大會 只有15分鐘 還有一封E-mail說 來大家 接下來這個全員大會 都一定要參加 然後我當時看到這個 我就知道 還擠大條啊 那個時候呢 九點一到 然後就看到 我們的CEO 都出現在我們的 meeting裡面 他看起來就是 愚重心長 跟大家講說 他今天要 做一個很困難的決定 然後要跟大家講 一件不好的消息 就是公司要裁員 然後裁員的人呢 你會收到 一封E-mail 人資跟你 schedule一個很短的 meeting 跟你講你後續怎麼處理 那留下來的 你也會收到一封E-mail說 你沒有受到影響 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很緊張 因為你一定想要先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被 收到封E-mail 對 你就一直開始在Gmail refresh 重新整理 看到 我沒有受到影響 一般公司在做裁員的時候 我之前的想像是說 可能 第一線的recruiter 人資嘛 marketing 行銷 因為你公司可能 營運沒有那麼好的 你可能這些人員 比較容易受到影響 那工程師可能 受到影響的機會 會小一點 所以我本來 其實我可能同事都沒有事 對 但是後來就發現我好幾個 不同team 但是是同一個專案的人 可能有 好幾個就是 就突然 再也看不到他們了 我記得很有趣是 當天九點宣布嘛 可是我八點半的時候 有一個meeting 那個meeting有四個人 裡面兩個人不見 蠻像Alice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在新聞上看到 公司裁員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 閃過去 你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身邊的同事 他們沒有表現不好 他們就是 也平常很認真工作 可是就是這麼突然 公司要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就也沒有在管說 你平常到底你不努力 可能就是剛好 有一點不幸運的就在 這一次的財源中被影響到 敲碗最那個drama的 twitter財源 馬拉松故事 在財源之前的幾個月呢 其實大家應該都看到 馬斯克要買一下 推特這件事情 並購之後 會不會財源這個期間 都是滿自然而然的事情 過了好幾個月 其實我也是有一點 後知後覺 因為中間有一些人 就會比較 可能也是預期到說 應該財源事情就會發生 所以開始有一些人就陸續的離職了 就找了其他工作 這到了10月大概中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 欸這件事情真的要成功了 我好像真的要來follow up 一下到底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那那個時候呢 公司其實也開始陸續有 蠻多的動作 就是也是跟底下人 大概去 就是開了很多那種全員大會 Q&A 回答大家的一些困擾 後來就看到 馬斯克就是正式入主推演 那一天就辦了一個睡草嘛 就 Let's think in 驚訣就是真的大事不妙 就是 欸真的 找完壞人了 然後瞬間那個風雲變色 那再過了 大概一兩天之後 就公司很多高層 就是包括那時候原本的CEO Korada就是 直接在那禮拜就被裁掉 就走人了 裁員的訊息就一直出來 因為媒體也有 裁測就說 可能要裁員75% 就這樣再過了 比較戰戰兢兢的一週之後呢 大概在10月底10月初的時候 就 正式迎來這個消息 那公司就 欸應該是馬斯克吧 就寄了一封信 就是說 為了要讓Twitter可以 好好的生存下去 我們就是 很不幸的 我們會需要 進行大規模的重組 那如果呢 在 明天的 某一個時間點 可能是早上9點 你會收到一封信 你就會知道你有沒有留下來 那 如果 你被裁掉的話 你就會收到另外一個 訪告後續的訊息 怎麼處理 但雖然他說隔天會裁 但其實當天 晚上的時候呢 我們就陸陸續續 大家在Blind的上面回報 就發現說已經 有很多的員工 開始被 慢慢登出系統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 發生了滿感人的事情 躺在slap上面 然後 非常感心地說出 對對方的一些感謝的話 同時呢 也發作很經典的 這個致敬的emoji 刷起來 對 然後刷了一整排 這個致敬的符號 覺得這個想的 是非常的特殊 滿悲壯的 心中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期待自己 也會被 被裁嗎 我覺得你就是應該被裁 然後趕快 領請3分 因為當時的氛圍 是在馬斯克底下工作 你會有一種 壓力很大 我們在新聞上看到 一堆馬斯克跟Twitter的新聞 他對內部一句話都沒講 一個meeting都沒有開 所以對內部員工來講 是一個很不安 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老闆在幹嘛 他也沒有要跟你講什麼 對 就是理論上 如果是新來的CEO 他一定會 第一要不就是好好的 跟公司的圈根溝通一下 現在的 公司的狀況是怎麼樣 接下來的 科學是怎麼樣 那針對裁員的問題 也應該要有一個 很好的說明 但這些事情呢 其實都沒有發生 我們所有的 關於馬斯克本人的想法 都是在新聞上面看到的 刷Twitter才看到他的 他的一些發言這樣子 對 所以這種情況下 不確定性是非常大的 我可能就會認為說 在這種環境下面 這個職業是不是 還是一個好的選擇 或者是說 其實如果公司 未來可能要經過好幾個月的 這種很不確定性 很混沌的狀況的話 那是不是我其實 自己也要好好的做個打算 去找尋 比較確定的機會 那個時候的心境 並不是說 真的很害怕被裁掉 而是說 會認為 好像 被裁掉其實也還不錯 多一刀吧 對 但是後來呢 就是我就發現 那個裁員好像結束了 就是 抓你的上面的回報 已經 就是沒有什麼 新的消息出現 但我可能還可以 access公司的東西 我就想說 天啊 我該不會沒有被裁吧 然後就是沒有被裁的 然後所以 隔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也是 蠻無畏達成的 因為那個時候 並不知道公司 到底 裁了多少人 然後我們的廳門 還有多少人 這 形容的話就是可能 你到輪子彈炸過之後 然後你可能從廢墟當中醒來 然後想辦法去找 其他生還者的狀態 這個是很像薩諾斯 彈紙之後 你去看誰還留下來的 對 那時候真的還有一張梗圖 風傳那個 馬斯瑞彈紙 推特原公司的50% 大家可能都有看到 後來還有 我覺得看到還是有很多drama 有那種被推特裁 然後又被叫回去 然後後來又被fire 就是大概兩三週以前 都陸陸續續一直有 比較幾波小型的裁員 那只是說就沒有再一直上新聞 一方面可能也是 媒體對推特的新聞 已經有點彈性疲乏 然後後來又有推特2.0 可以決定你要不要留下來 就可以自願離職 柯柯就是在自願離職那部分走了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又走了 可能留下來的三分之一 對 但是後去他走了之後 又有大大小小的參與 然後現在我上次聽你講 是說剩下兩個人 就算是兩個人 現在剩下兩個人 所以我的想法是 就算我自己沒有在推特2.0的時候 自願離職 可能在最近的幾波 大概也是有點難逃過吧 所以那不如那時候 趕快給我個兩段 我不知道2.0是真的是 這是一個 他真的講說要2.0嗎 對就是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推特2.0 非常Hotcore的文化 所以如果呢 你認同這樣子的文化的話 那你就在這個表單公選 YES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的話呢 我們就是會給你 跟之前低職的員工 一樣的低職金的package 那你自己做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那我就想說好 我不夠Hotcore 我不想要當Hotcore Engineer 有一個人是先被踩 然後又被找回來 找回來之後呢 他認真做了 後來又被fired 對 然後他被fired的話 只能拿一個禮拜的前三費 還是多少 就很少 還是一個月 就非常的少 就是很少 就基本上是每個月 這些事件其實都是顯示出 馬斯克接完之後 這個 管理的層面上面 其實是 蠻混亂的 就是大家都 還在互相磨合 那因為馬斯克本人的 個人色彩非常的鮮明 所以他其實也還蠻常 發出一些指示 會讓下面的主管們 就不太確定 就是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大淑瑋他對員工的態度 感覺跟他在社交媒體上的態度 差很多嗎 你覺得 對 這也就是 這一次我自己蠻大的一個學習 就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不要被媒體上面 所看到的一些 比如說比較造成的新聞 或者是對於個人色彩的吹捧的 太過度相信 或是依賴這樣子的訊息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 媒體上面投射出來的形象 所以我這次就會認為說 其實 馬斯克在我心目中的這個矛盾感 其實是非常的大的 因為像他 對於人類是有很大的期望嘛 或者是說 希望可以 幫助人類 就是達到一個更好境界能的 但同時呢 看到他在 Twitter裁員的過程當中 對於 員工的對待的方式 就會發現 他好像不是很care這些運光 那其實這個情況之下就會 在我心中產的一個 蠻大的矛盾 有一些很經典的是 就要底下的工程師 把自己過去幾個月寫的程式 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要進去會議室裡面討論 大家全部傻眼就說 嗯? 嗯? 那還有人把那個 省事馬列出來 不是那種 Bly上面寫的那種小作文 然後還有一個是 他在某一天突然就發訊息 給全部的員工說 我要所有有工程師 TITLE的人呢 現在馬上回到 就已經刪了 我們要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 所以是一個禮拜五早上 大家想說 嗯? 現在 禮拜五了 然後 我早上 起來 你告訴我說 我今天要進 San Francisco的辦公室 那我現在是馬上要趕去機場嗎 完全沒有說明 就是到底是 確切誰要到 那個辦公室 然後 有什麼情況下 你必須要飛 什麼情況下 你不用飛 這封信還是給 全世界的員工 而且有一些在 比如說歐洲跟亞洲的員工 也是 非常困惑 所以他們後來真的有要飛去嗎? 其實後來沒有 後來他又 時間就說 這個 就是 不是強制的 就是你可以進來最好 但是 我覺得這就顯示了一些 溝通上面的誤解 就是 如果他沒有辦法 一次講清楚的話 其實會讓底下的人 非常的困惑 我也不太確定說 那我現在是要 Follow他的指示呢? 還是 我沒有要 就是我其實可以不用 那會不會受到 什麼樣的懲罰? 再次的會讓員工 感到壓力很大的 其中一個管理方式 他以為大家都有那個 私人噴射機 就是隨時要到哪就可以 誰不 uprising 組典員 警備員 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